白色主体的外观相当抢眼 里头美间房设计简洁 而且通风采光都很好 高雄第一座新建的社会宅凯旋青树 112年开放正式升租时 大批民众排队抢名额 只是入住短短一年多 问题也多多 楼梯间成了小流水 因为外面下大雨 连电梯里也跟着下 没雨的时候也漏水 浴室屋顶滴滴答答 低头看看地板 明明是干湿分离 水还是两边窜 接获投诉的议员 现场拿抹布擦 除了屋内状况 再来看看这电梯 电梯门开开关关 住户猛按关门扭 怎么样就是关不起来 还有更离谱的 情报铃声响起 白天响 晚上响 就是时常响 一开始大家还以为真的火灾了 纷纷逃出家门 冲到一楼避难 只是后来发现是乌龙一场 全是因为室内的蒸烟气 太敏感 不只炒菜跟煎鱼油烟大一点 蒸烟气会被触动 连香味太浓都不行 扯得还有警报响起时 当下却没有人能够处理 状况频频也让住户骂声连连 议员就在议会点名主管单位 要如何来处理 以后要如何做的会召开一个会议 亲自出场 会跟住户来做一个说明 凯旋庆数获奖连连 堪称高雄新建设宅代表座 但是优雅的外观里头 却是不爽麻烦 恐怕市府得好好善后 否则会打坏了民众 对高雄设宅的良好观感 华市新闻邱君平 陈信仁 许达人 高雄报道